全台持续干旱 苗栗县水库几乎见底 裸露干巴巴的地基 很多那个已经晒到军烈了 永和山水库蓄水率更跌破一城 创下历史新低 甚至沉在水底的永安桥东 完整地浮出来 难得奇景相隔40年重见天日 这个全部是淹没漆 出来没有见过这样子的 另外鲤鱼潭水库蓄水量 1467万立方公尺 现在蓄水率只有12.8% 明德水库蓄水率也跌破10% 没出现过 淹水后就没出现了 表利县水晴亮成灯全天减压供水 随时可能被列为水晴红色地区 另外台中最大德基水库 满水位1480公尺 如今降到1334公尺 有效蓄水量7.6% 创47年来行低 全台严重缺水各地水库水晴购急 水力发电也几乎停摆 造成发电量大减半 再生能源电力减四成 如果干旱现象再不改善 连带影响减碳目标 记者彭志明 黄祥复 谢云正 苗栗台中采访报道